主播觀眾帶你來關心了 北市無黨籍的議員 林穎夢的北市議員的辦公室 在今天稍早的時候 遭到這個調查局人員進行搜索了 而搜索行動大約早上九點之後 就已經進到辦公室這邊 搜索行動還不少 甚至引請了在場議會的助理 跟這個警員前往了辦公室外 瞭解關心 而根據瞭解的疑似是 林穎夢跟這個詐琳補助費有關係 因為前年的時候 其實林穎夢有五位的前助理 辦公室的人員出來 在開啟指揮爆料說 林穎夢是假面甜心 甚至有用助理來當作人頭 來詐零補助費 這回搜索案件 是不是跟今天事情有關係 其實還有待來確認 那麼稍早其實議會的秘書長 也到場來進行關切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的搜索畫面 不過整個搜索行動 預計到十二點左右 就已經全部落幕了 四名調查官也從林穎夢的辦公室 走了出來 但是根據瞭解 今天林穎夢其實並沒有來到議會 而且是議會 明天才要再開議 因此選在今天進行搜索 其實這時間點是非常值得外界來關注的 而林穎夢先前也針對這五名的助理 分別像北檢提出了妨害民謡的告訴 不過北檢確認了訊息的內容 以及爆料內容等等的 確認他們五人爆料是有所本的 因此經典音樂將這五人做出了不起訴的處分 那我們也想到事隔兩個多月 今天這林穎夢的辦公室就到搜索了 是不是真的跟假領助理費有所關係呢 相信這稍晚的話 台幣提前十五會來進一步的訊息有出來 那我們台式新聞再次為您掌握 以上是先講這件情況 有把閒心圖 張潔蓬寧